第十三场比赛 第十三场比赛 第十四场比赛 有请主持人唐晓哥 欢迎光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欢迎光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 无非妙夜光明公司的 元春二十年 内主争发赛 第十四场晋级赛 我们要感谢玉冠中金黄金珠宝 对本栏目独家饰品提供 今天的现场汇聚了四面八方的热心观众 来为我们的明星类似我们呐喊诸位 我们要欢迎大家 我们首先欢迎来自史丹利化肥 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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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观众 大家衣服 再次拿出我们的掌声和声 appel 欢迎我们四位亲爱的评委 好 欢迎各位 哎呀 好火爆啊 珍珊 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呢 有一位告别了舞台 那还有的明星类伏呢 在本场比赛当中将要继续迎接挑战 好了 朋友们 呃 我们的比赛正式开始 首先让我们通过第一个短片 认识今晚出场的第一位明星类伏 刘斌 来自北京的年轻人 上一场排名第四 但是非属于前三名咬得很紧 他的实力有目共睹 土字啊 非常地道的像马老师 还有股灵气 这个年轻人今天踏上了新的争承 他不在意失败 只会在意自己表现的是否完美 天道酬勤 让我们期待他今天的表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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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山家族 南洋的里城市里 南洋的江家的那个期盼 把别中在陆飞 老地的一生 哦 路易江家的花墙 谁不知 我没有熊来 我有地 说剩我一个叫闺女 其名儿我就家个江闺女 二络一 别提好 老铁铁又为她 摆开了眼神 小丫鬟上秀路上对我报誓 她也说我的姑娘啊 你可知叫 咱的客厅内 来了一位 君公子 只长大了个风流如鸭 小丫鬟上秀路上 他搬来两块八砖一块皮 我牵牵绳向上去 用舌尖使不了冲门上的纸 不讲调讲看仔细 我站在大肆意外头将你续来呀 你好刘斌 真好听 真好听 感觉今天的状态相当的不错 你觉得呢 今天吃的比较多 所以比较稳重 上一场吃少了是吧 你这样说 上一场气有点飘 那今儿哥每次上场吃的都很足 所以说他气足 所以你看这地板一个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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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他干的是吧 我还有一件事 我要祝贺刘斌 我听说在下个月 也就是10月19号 刘斌要在北京举办个人的艺术专场 有这回事吗 是的 因为今年呢 是梅兰芳先生诞成120周年 然后我呢 将表演穆布英挂帅 来缅怀我们的这位伟大的艺术家 刘斌啊 败在了马金彤大师的门下 对 见证人是谁 梅宝九先生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两位艺术大师 因为一出戏结了缘 结了师生的情缘 对 那就是穆棍英挂帅 我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印象 就是在我们黎元春的舞台上呈现过 京剧版本的穆棍英挂帅 和玉剧版本的穆棍英挂帅 同台 两下锅 就是梅宝九先生 和马金木先生 对 今天我想这样好不好 来一个先赌为快吧 我们的各位评委 唱玉剧版本的穆棍英挂帅 然后我接京剧版本的 我们共同来完成这个穆棍英挂帅 好 要门外的山上跑 如同那一镇 天破府里走出来我 好 包包裹裏 头戴金管 牙双饼 当年的铁甲 我又会上了身 帅子起 好 飘如雨 到大里墨子 挣千坤 伤啊伤卸着 昏啊昏天后 末世归影 谁了想 我五十三岁 又关三君了 梦听的 竟不想 花着深圳 观其莫 破坤满 装着凌云 想当年 桃花马上 归步 零零 一生美剑 十流去 有声如意 则和当今 村土怎能够属于他人 光往小丑和宗 我遇见了 安棒 安棒 我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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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听 好听 真棒啊 刘斌就是一句话 特别规范 你看站到舞台上 那个眼神 连马老师那个小手势 那个小手势 用的都是马老师 包括那个眼神 可见他下了柔柔功 吴兄姐 刚才那穆龟英挂帅 那两句唱得不错 我都紧张得要变 我现在对玉剧 越来越很有敬畏之心了 不能很轻易 我们发现了 吴兄你的玉剧 唱得真好 越来越有黄梅性味了 谢谢 我回去吧 这特权威的评价 其实香玉姐 你大可不必这么点评 人家吴兄老师 怎么呢 我怎么点评 有点黄梅性味道怎么了 好呀 行吧 对呀 你想我 我唱什么 它都有玉剧味 这谁都不会 你小苹果也唱成玉剧 你怎么能够判定 多少年以后 吴兄老师 不会把这段 穆龟英挂帅 把它变成黄梅性 演出出来 我的天哪 这就是百花齐放的舞台 当年梅大师 能够把马金通老师 这样一个经典代表作 把它搬到了京剧舞台 形成了梅派代表艺术 那你熟不知以后 我们就把它变成 京剧大鼓就不行了吗 可以呀 当然了 刘斌呢 我上次也是在 咱们这个舞台 我们俩合作过 她就是给我们带来了 她的梅派的这样的一个 经典代表剧舞 贵妃醉酒 我还反串了一把高丽氏 你竟得什么 慈悦 慈悦通宵酒 你泰姐演得不错 跟您好好学习 这都是受范璇老师的启发 上次一个短短的接触 就是我们短短的排练时间 我都发现刘斌非常非常的投入 非常非常的认真 我就感觉她是完全融入到了 对戏曲玉主这样一个热爱当中 她骨子里都得渗透着 那样的一种执着 那样的一种坚持 那种不打目的 势不罢休那股劲 所以有了这一代年轻人 他们对稀奇欲述 这样的一种精神 我相信我们的国家 这样的一个国宝 会发扬光大 绝对会代代传下去的 你已经学了很扎实的京剧了 你对京剧的这种理解 你把京剧最优秀的东西 渗透到了玉剧当中 然后你又把马老师的 那个木英瓜帅 演得非常能拿捏准 我觉得这是很多选手 不能比的 所以你是带有冠军像的 耶 接下来拿出大家的热情 给刘斌打打分 请打分 好的 刘铭观众给出的分数是 382分 谢谢刘铭 不管今天的结局如何 各位平和老师对我的鼓励 我会永远记住 好的 通过短片 认识接下来将要出场的 明星队主 大家好 我是曹丽梅 我很小的时候 就因为黎元春喜欢上了戏曲 是黎元春这个栏目 让我鼓足了勇气 登上了舞台 在05年的时候 荣获了泪主 2010年的时候 荣获了十年泪主 争霸赛的金奖 是黎元春改变了我的人生 如果不是黎元春 这会儿我可能还在家放羊嘛 20年泪主争霸赛 我来了 大拨球 我 你就满 满若下吧 翻唱起舞 穀子羽 为此事再能够 斩首之谷 我爱儿年有他 来自欺崖 我且慢长朝 何时长有年 我妈儿会在里 今段年里 这不忘于我的儿 加油放了短日 头上捧你 耍什么双斩吃 我妈的换日 带有铁的伞 赶着报奖 再给你 带过满场 回屋子 爹爹不悔仰望 他牵着你 放了个冰仰望 不悔仰望 这不怪你 不怪 多的空外 少的小点 你却不能有学习 我说 好 咱们套地 关着我 来啦 你爹不也不 弄啊 阿伯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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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劫持丽媒的时候呢 05年 对 05年的时候 哎呀 这一晃都多少年过去了 在这个舞台上呢 丽媒每一次都会带给我们大家一些惊喜 你给大家说说 你是怎么学戏的 因为爸妈非常的反对我这个 就是学这个文艺戏曲 开始的时候有四五年的时间 我都是在地下工作 每天都是等爸妈下地干活 自己躲在家里偷偷地唱戏 有的时候吧 下地就是放羊的时候 在那个河钩子里 我也唱 观众就是那一群羊嘛 是 我的羊群们 然后我还有胡子 人口啊 对 我用那个玉米须 拔下来塞到我自己的嘴巴里 就用那个甩呀甩呀当我的胡子 我用我自己的成就 来让我爸妈认可我 我学习期间也挨了不少打 就是后来被家人发现了是吧 对 我爸爸比较封建 他觉得以前女孩唱戏 就觉得是个戏子 非常不好 地下工作待了四五年吧 结果还是被我爸发现了 当时就甩开门 一脚把我就踹出去了 一眉 我现在想知道 爸爸现在还反对吗 爸爸现在对我有了改观 是因为我用我的实际行动 证明了 我选择的艺术道路是对的 现在他们对我非常非常支持 你爸爸是不是特别后悔他那一脚啊 或许吧 其实在这个舞台上 大家能看到许许多多 像曹理梅这样 很小的时候就怀揣着戏曲梦想 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 但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放弃的 理梅那个小时候的经历 那我也完全相像啊 因为那个时候我都是从窗户里爬出去唱歌唱戏 然后被我妈妈拿回来打一顿 这个经历都比较香香 你说我们家吧 艺术师家 没人愿意让我学嘛 我自己后后来偷偷考上艺术 考上一次 他给撕了不上去 又考上一次 上了 你呢 同样 我当年 我爸我妈是老师 我们家里没有干艺术的 不沾边 非逼着我上师范 那个陆启吞吞说我自己撕了 自己上那艺术学校去了 都是这样 全是自己 就是 就像中了魔一样 大人要对小孩子的选择 一定要尊重孩子的选择 说到这儿我也有感受 我爸爸是牙科教授 非得让我学牙医 哎呀 我说爸不忠 我一去医院 问见赖宿水 我都够寻蒙了 另外我一看人家霸亚呀 我吓的呀 比那霸亚的人 我还害怕呢 我有点云 所以我就想 叶奎勒你没当压医啊 你要当压医 谁去霸亚 你给压坏 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他因为看黎元春 喜欢上了唱戏 其实也是因为 看黎元春的某个人 他的名字叫习超 习超小泪主 唱的也是流派的唱腔 对 当时那会儿我还小 就觉得电视上 这个小哥哥 哇唱得这么好 一下我就被吸引了 很巧的 因为黎元春 因为我们的小泪主 习超在舞台上的表演 他从此走上了戏曲的道路 大家想不想见见 这个习超长什么模样 他来了吗 掌声欢迎 我们的小泪主 习超 当年的小泪主 打泪的时候 才这么高吧 差不多 14 14岁 14岁 大家想不想看看 他当年打泪的时的情景 我们通过一段VCR 来看一下好不好 来 一颗家的珠 五星 一颗家的珠 哎呀 安德上 大人想非 路遥远了 他两个最亲之死心 我刚才听了在下面听着这个 我妹子说完这一番话 我觉得我很感动 因为我也是农村的嘛 你知道 我和他一样 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喊嗓子 都是 都是在那个 拉着收了 我老天 拉着收了 踩油形象 拉 人家都主动伸过去了 拉一下呗 是吧 拉一下 多说你了 你说你了 那时候我再拉了 行了行了 你俩干嘛呢 七超 你有没有想到 你当年的表演 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真是 没有没有没有 其实我俩一样 我那时候我们小时候喊嗓子 都是放羊 就拿着 拿着皮鞭就唱着 耶哥 都是这样唱的 这就是人家刘忠和老师 这唱的魅力 在玉东啊 说三田不吃墨 得停停刘忠和 那玉东人卖豆腐 都是刘忠和的腔 豆腐啊 豆腐啊 搞中国人吃豆腐 吃豆腐啊 呀呀呀 豆腐啊 影响力太大了 哎呀 习超 现在当大老板呢 自己创办了公司 做得相当的不错 乖乖 你这车 比我的车厉害多了呀乖 哎呀 一看豆如是的呀 嗯 习超 给了 丽梅一个惊喜 还有一个惊喜 还更大的惊喜 我专门给他请了 一个重要的嘉宾 也是他的崇拜者 也是我的崇拜者 就是我们流派的创始人 刘忠和老师 有请刘忠和老师 两个年轻人 就是因为您的艺术 其实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我只占了这么一部分 他们自己的弄力 占百分之六十 怎么样 唱一段 要不要他们三个人 共同唱一段 要我为我 见见他吗 我看起来 要你们想想我两个 我的风脉 为我 我那个不存事 何个感人 张红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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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过去 头上见了江红玛 心里面看起 我感动了 我有个建议 小梅 你有师父没有 还没有 白师啊 刘老师收了吧 你们是不是自己 一直以来的愿望 这个就是我 一直以来最大的心愿 这孩子的韧菜啊 你给他熟了吧 刘老师给收了吧 刘老师给收了吧 今天几位聘回 和咱们在座的父老乡亲 做个检整 熟绿妹 为徒弟 但是在我个儿 他只能当兔孙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我的徒弟最小的也就有 四十七八岁了 大来就六十多岁了 他拍的我这个大徒弟 六少贺的这个名下 他叫小少贺 有三百千万 我真的是好感慨 因为我作为一个戏曲演员 我经常也纠结 就就戏曲的不景气 戏曲的没落 让我很纠结 可是我看到刘老师 我突然感觉到 我们这种纠结 特别小儿科 刘老师 你真是大师级的 你有这么多的徒弟 你今年这么高龄了 你还依然在前线 为老百姓演出 您身上有太多的东西 值得我学习了 我真的对你非常感激 我谢谢你 我们黎言春二十年来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它几乎是我们 戏曲艺术的一本教科书 让我们这么多的孩子们 有一个很好的戏曲氛围 而且我们黎言春这二十年来 不光是每一个选手 参加比赛就完了 我几乎在这个舞台上 看到了很多像他们 这样的选手 还是小朋友的时候 到黎言春来 如今已经长大成人 在各个工作岗位 都有所建树 所以这一点 黎言春的功劳了不得 所以我要奉劝那些家长们 让孩子多学学艺术吧 让孩子多学学戏曲艺术吧 这会培养孩子很高的情商 接下来是打分环节 现场各位朋友 支持和喜爱曹丽梅表演的 请打分 401分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 好的 通过短片 认识接下来将要出场的明星类主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谢先生 今天晚上 我是最为一名影视演员 参加电视连续剧 《笑颜雷峰班》的拍摄 最近一两年 我参演了很多的影视剧 不久将来 将在各大电影台 如序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见面 电视连续剧《笑颜雷峰班》呢 讲述的是一个充满正能力的 《笑颜举雷峰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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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